好,接下来要上那种开始进入气象的范围 最前面现在要交的这个部分 相对而言比较不重要 后面什么气啊,气团啊,封面啊 这个比较重要,OK 天气的现象 大气圈有很多的变化 但变化几乎都发生在最底层 刚才老师有上课有教过的 这个最底层是哪一层呢 这个最底层是什么 天气,number,9号 没有来 number,帅哥,3号 3号 3号 哪一层 对流层,很好 这个底层就是所谓的对流层 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对流层 这些晴天,雨天,热天,冷天 就叫做天气的变化 研究天气变化的学 比如就叫气象学 我们就是要教各位最简单最基本的气象学 然后晚上回去听气象报告的时候 第二种 他就来跟你讲些什么东西,讲什么意思 你会,好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地理教过了 天气就是短时间的大气的变化 大气的状况 大气的现象 今天的最高温几度 最低温几度 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阴天还是什么 这叫做所谓的天气短时间的大气的状况 那么气候是长时间的平均状态 每年这个时候就会容易有台风 每年这个时候就会有寒流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这叫做所谓的气候 长时间的平均状态 特定时间会出现的特定的气候 叫做所谓的气候 好,像这个 20年来平均气温大概这么多度 年雨量大概这么多 然后呢,有午后雷震雨 我们的气候 然后呢 地理老师教过 我们夏天吹啥 夏天吹什么风 No.32 32 32谁啊 塞哥南 西南 西南季风 然后有午后雷震雨 然后会有台风 午后雷震雨 台风会为我们带来丰沛的雨量 就是夏天的状况 冬天的时候气温就偏低 然后呢 地理老师又教 吹啥风啊 No.5 P0.5 P0.5 等一下 镜头对着你 来 冬天吹啥风啊 东北季风很好 地理学的不错 地科也会再教一遍 东北季风 夏天吹西南风 冬天吹东北风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气候 然后呢 所以因为有固定的状况会出现 会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这个俗语叫做竹风 蓝雨 什么叫竹风蓝雨啊 新竹的风 宜兰的雨 东北季风吹过来 宜兰锐在银风面上有三地 气流上升后面会焦 就容易凝结 所以陈云会下雨 所以宜兰冬天会经常下很多的雨水 雨大风小 地形的关系 吹到新竹下下来 就显得风很大 当地人叫做九降风 九降风 听里面有叫 九降风 那因为呢 晒米粉要刮工 所以他就适合晒米粉 所以呢 新竹的名产就叫做 米粉 所以有人雨大风小 有人风大雨小 叫竹风蓝雨 形容台湾的天气 气候的一些状况 这是正常情形 但是呢 有时候会出现异常现象 温度特别高或特别低 雨下特别多或者是特别少 有一些异常 这里举了个例子 民国九十百年 百年二号 最高温达到三九度 打破了四十年来的最高温记录 有特别温度特高或特低 雨量特多或特少 异常的现象 气候包括这些东西 一般会听到所谓明天最高温 最低温 会有包括什么 然后呢 晴天什么之类的 如果是专业的 雨也会被曝 风有多强 浪有多高 这些所谓的晴天 冰天雨天 讲的就是所谓的天气现象 什么叫做天气现象 一天空状况 天空状况 指的就是云有多少 这里有一个分类 把全天分作十等份 云量在四等份以下 叫晴天 五等份到八等份的 叫做多云 九等份以上叫做阴天 就是听过什么情时多云啊 多云时情啊 或者明天 阴天的意思是云量有多少 所以天空状况指的就是云量有多少 降水就是老天爷下来的水 叫降水嘛 那广义的说叫做大气现象 包含什么闪电啊 什么巴巴之类的东西 我就不管了 我中生就学叫做降水情形 就是老天爷有没有降水 老天爷有没有降水 所以天气现象 气象报告要报告天气现象 天气现象报告两件事 一个叫做天空状况 一个叫做降水情形 那个情形 那还包括高温低温 最高温最低温 好 那这有个天空的云嘛 对不对 云是什么东东呢 云是漂浮在空中的小水滴或小冰块 这个也是让我心中暗爽30秒的事情 因为我每一年都跟学生强调 云是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块 天上够冷就会变成小冰块 不够冷就是小水滴 终于有一年学测考了 问题云是什么 小水滴或者小冰块 所以心中暗爽30秒 终于考了 好 那云是小水滴 小冰块 降水是下水 对不对 有水 都跟水有关系 都跟水有关系 所以 显然天气现象都跟水有关系 好 有没有下降水是水嘛 云也是水嘛 都是水 所以天气现象跟水有大关系 所以我们前面讲说水气会跟我们的天气变化有关系